出發了 會遇到什麼有趣的事呢 不停 配合 人家的破壞 打不住 斯娜迪亞 保證完成任務 跑起來了 來吧 天上天下 直子一擊 一起上吧 搭檔 救到了 斯娜 走走走走走走 雷光球 好 我来搞定 锁定目标 逃不掉你 别客气 来吧 走你 常常来自星辰的脉冲 接招 吸纳迪亚 正在接近目标 弄到我了 敲给我吧 走这边 不要掉队啊 吸纳迪亚 正在接近目标 跑起来吧 在这里已经能看见了 一座好大的庄园悬在天上 嗯 那就是假面回廊 享乐之树色利母沉睡的地方 不过 这是用什么原理浮在了天上呢 无所谓吧 感觉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基于之前的经验 我们的确要更加小心才好 那倒是 虽然松雀出于性格温柔的考量 先带我们接触了色拉配母 但没想到结合之树 在没有主观敌意的情况下 就能困住我们 咱 咱这也是百名一书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是邪嘛 而且最后事情也没有变得太坏 是吧 另外 这回咱们要找的色利母 抛开性格问题不说 她的能力 你们也算是知根知底 如果你在指之前 复现过的那段琥珀街往事 那我觉得 最多也只能让我们到 一知半解的程度 色利母出身贵族 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 通过动息他人的恐惧 而使对方臣服于自己 现有的情报大致就是这些 对了 还有一条 桑雀你也曾经臣服于他 难时 我往事不堪回首 以唤醒享乐之事为目标 我认为这些情报已经足够 各位最好快点前进 如果被灯察觉 想必对你们不利 一鼓作气 出发 东东 怎么了 前面可能有敌人 可是 负责警戒的多尼格尔 也没 不仅没叫 还突然加快了小碎步 好像随时准备开溜似的 所以我才说 前面可能有敌人 好好好 这么用过时吧 我是说 反正我现在也只剩这点力量了 至于前面的危险程度究竟如何 那你们自己看呗 是灯 交给我吧 大家要跟上啊 躺起来了 附近有不患能反应 要小心哦 虽然之前也交手过 但该说 不愧是灯吗 这种程度的怪物 我们不也能处理掉吗 是的 只需多花费不少时间 好吧 也是 这并不是事情的重点吧 为什么灯会出现在这里 那当然是 冲着咱们来的吧 毕竟树总共也就这么几位 而他又说过 禁止咱们继续行动下去 哎哼 出发之前 咱就不该心存侥幸 毫无疑问 对灯来说最有效率的做法 就是在尚未醒来的树身边巡逻 预防我们靠近 至于他究竟有没有发现我们 其实也不好说 怎么说呢 我们好像也没有除了继续前进之外的其他选择 的确如此 走吧 大家后续保持警惕 一鼓作气 出发 西纳迪亚 正在接近目标 这是电梯 刚才我还在想 这建筑到底要怎么上去 没想到方式原来还挺普通 咱也没真正进去过几次 不太清楚瑟利姆小姐的设计思路 不过 以前倒是有这么个传闻 说假面回廊之所以会悬浮于空中 就是为了彰显其主人高不可攀 那她的叙隆心可真够强的 所以还是跟之前一样 拜托决意给我们留下 能随时回到这里的传送点 然后多尼格尔负责看门 我 无所谓 反正不管我是 没问题 我这次可以多留几个免费法术 等等 这样说来 我们刚才根本没必要冒着和灯交战的风险 自己跑过来吧 你不是有能力让我们在狼球瞬间移动吗 我应该说过 你们如果没有提出需求 我并不会越阻带跑 再说 我也很清楚 你们其实并不想为瞬间移动支付 令我满意的代价 等价交换不可能成立 行吧 我就知道 我满意的代价交换不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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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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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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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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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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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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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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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